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号呢在我们中国澳门这边举办WTT澳门冠军的挑战赛 对于我们国拼来说呢这一次确实也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呢把国拼一众主力可以说是清朝出动 很多年轻的主力啊一线二线的都全部参加了这一次比赛 对教练组来说也确实希望说能够在家门口通过第一场国际性大赛呢 提升大家的一个状态并且呢在2022年开一个好投 而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也注意到呢在这么多的一个主力当中 刘诗文呢可以说是备受关注的一个 毕竟呢在之前参加完这个全运会之后呢 刘诗文就好像缺席了赛场了整整差不多半年的一个时间 那么对于有些球迷来说甚至有些人担忧呢 他可能就此要退役了 所以这一次再一次看到刘诗文出现了很多人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也很关注他到底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目前我们也看到的话比赛呢在第一天第二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成绩呢 已经是结束从目前的取得这个成绩来看 刘诗文呢也确实没有让球迷失望 接连在女单和女混双的一个比赛当中呢获得了两年胜 那么尤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女单的比赛当中 对刘诗文来说呢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确实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场比赛他面对的是我们国平的一个年轻主力王毅迪 那么王毅迪啊在之前的一个比赛当中呢 在此前的WTT世界杯曾经是闯进总决赛和苏尹萨去对战的 所以本身实力也是相当不弱 那么对比之下呢刘诗文扩别赛场这么久呢 其实到底能不能够战胜王毅迪呢 相信很多球迷心里面也没有底 所以本场比赛确实也打得非常的激烈呢 那么最终啊每一盘呢基本上都拼到了十个球以上 也从中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双方真的是拼得难死难分 还好最终我们也看到刘诗文呢还是凭借着更加经验丰富 以及一些关键球的一些处理呢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最终呢也是在这个G2连赛的两个项目当中呢获得了两年胜 在比赛结束之后啊 刘诗文这边呢在三点钟左右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也提到了自己呢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老将能够赢下每一个比赛 能够赢下这场比赛进入下一轮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那么从他这番言论说来呢确实也是有些伤感了 毕竟呢他也认识到自己可能在年龄上那些劣势呢 可能接下来确实是打一场少一场 所以对于刘诗文来说他也确实非常珍惜这个球场这个舞台 而除了啊去说出了自己比赛结束之后的感受之外的话 那么刘诗文呢在比赛结束之后还在采访当中 透露出了一个重大的喜讯和自己未来的一些规划 那么刘诗文也透露说呢其实接下来的话 自己在未来呢可能会去做一些乒乓球的推广工作 并且呢自己的一些职业生涯规划呢可能还会继续啊 在乒乓球界方面呢去帮助我们中国乒乓球 做出一些发展的贡献 所以可以说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于刘诗文来说也算是一个喜讯来的 毕竟呢我们知道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呢 在面临退役之后到底要去做什么工作 到底要未来走向何处呢 都是每一个人非常疑惑的一个问题 但现在刘诗文呢明显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找到了自己未来的目标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的 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呢 刘诗文还和刘国良以及许夕呢 出席了一个业余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总决赛 并且呢给冠军去进行一个颁奖 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出席呢 同样也是给中国乒乓球的一个推广呢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和贡献 所以也相信接下来那么刘诗文呢 即便是选择退役的话 那么他呢也能够很好地完成一个角色的转变 即使在乒乓球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呢发光发热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刘国良啊 意思是来呢刘国良都非常喜欢刘诗文 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他后续的一个发展 那么如今来看呢 在看到刘诗文呢 已经是逐步完成了自己的一些角色转变 包括心态也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呢 刘国良也可以说是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成长了这一天 我相信他肯定也会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欣慰 所以这种我们也期待刘诗文呢 能够在之后继续取得好的成绩 即便是去到了其他的一个领域行业呢 也期待他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